詞曲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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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學幫我救回來了原來的定理 我們再 姑細一點 這個 LFP 再姑細一點 因為就是我要的事實上是 VA 的體積 所以事實上在 A 之外 但事實上因為取值為0 所以事實上是有方法可以把它給拋掉 尤其是在取 那個 在考慮 inf 的時候 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取 sup 那個就不行了 但是取 inf 的時候的確是可以把它拋掉 好 所以在這地方我們分成 三個因為你不要 有 A 之外的東西出現 所以你把這個 partition 分成 包含於 A 跟 不包含於 A 的 不包含於 A 的 所以這個地方呢 而包含於 A 又分成兩個 一個是包含於 E 的 還有一個是不包含於 E 的 所以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 msf 的 v of s 好 再加上 這是 s 落在 P 裡頭 使得呢 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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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 msf 的 v of s 的 然後再加上的是不包含於 A 的 如果我們分得更細一點 那這個地方呢 因為它有一個在 A 之外的點 而在 A 之外的點取值是 0 而硬幅是比 0 還來的小 所以這一項會小於或等於 0 而現在因為我們是孤小於等於 所以負號拿掉會變更大 所以在這地方你就可以把負號拿掉 那其他就跟剛剛一樣了 這個小於等於 M 這個呢 會小於等於那個 α除上兩倍的 VA 對吧 而現在這個地方是包含於 A 的這些長方形 而整個 A 中的體積事實上是 value of A 對吧 所以這些加起來的時候 事實上會小於 A 中的體積減掉 L 的體積 所以這東西就會等於 這東西呢它就會等於小於這個 M 乘上 L 同意喔 知道我在講什麼 那因為現在你現在是 包含於 A 裡頭的那些長方形 所以 A 最大的體積事實上就是 value of A 而 A 中包含 E 的體積是 L 了 所以這個地方就會變成是 那個 alpha 乘上兩倍的 VA 再乘上 VA 減掉 L 那減掉 L 這個 L 可以不要它 因為它是負數 所以它又會小於等於 這個這一項可以忽略 可以不要 總而言之它會小於 M M L 再加上 alpha 的兩倍的這個 這個乘這個 那就是兩倍的 alpha 那基本上就 ok 了 那我們就證明就沒有問題 那一項過去是四分之 alpha 所以好吧 四分之三 alpha 是嗎 是四分之三嗎 就會小於等於 M L 再加上二分之 alpha 所以就會 imply 這個 L 呢 會大於等於四分之 M 的 alpha 沒錯 好 所以我們的定理還是很漂亮的 好 那我們回來證這個 Motone 的這個定理 好 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的假設是可計函數 所以有可能這個 A 本 這個積分本身是一個 improper integral 這個證明實際上是非常有趣 也極具技巧 ok 所以基本上你就看我怎麼證它 好 那首先呢你注意到這個 G 它是 D 解 同時為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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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 Gn 呢它會小於等於 G 1 這件事情你看到了 對所有的 N 屬於大 M 所以就會 imply呢 而我們基本有比較定理 所以就會 imply呢 所以就會 imply呢 這個 在積分上呢 它會 D 解 這件事情只要人比 就可以 就可以 不是 不是 D 解到大 它是 D 解 這是一個 D 解數列 而這個 N 呢 D 增到無限大 好 然後呢 同意吧 同意吧 同時呢 這個 因為它比它小 所以呢 每一個積分事實上 會小於 G 1 的積分 這件事情很成立 首先因為它 D 解 所以這個現實已經成立 它是一個 它的積分地卷 那因為 G n 小於 G 1 所以呢 每一個東西有上界 我在幹嘛 我要有下界啊 糊塗糊塗 但是 G n 大於 0 所以 imply呢 它的極限會存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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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叫做 lambda 同時這個 lambda 會大於等於 0 我們題目上是要證 lambda 等於 0 可是我只能證到它大於等於 0 所以底下當然就是用反正法了 所以 assume 這個 lambda 大於 0 然後我們要去得到這個反正 好 那你看喔 所以現在則因為它遞解 所以這個的積分橫大於等於 lambda 大於 0 那這就是 lambda 講的 如果你一個可接函數有下界 那我可以估它那個四分之平均值的那個東西 可是問題是那個 lambda 在現在我不能用 為什麼 因為 gn 可以是 unbound 那個 lemma 必須要用到 bounded 現在 gn 它有說是 bounded 了嗎 沒有 所以這個 lemma 就不能用 那 lemma 不能用的時候 然後我們知道 unbounded function 可以用 bounded function 來 b 進 所以事實上呢 我們要 replace 的是 gn 它的 bounding part 所以 g n m 的部分 所以我們改成要去估 g n m 會不會有 因為 g n 有下界 而 g n m 會有下界 好 那這個地方是主要的 trick 所以現在你考慮這個 m 大於 0 那你要去估它的 bounded part 會不會的積分有沒有下界 那怎麼估呢 好 這就是後面它的技巧的開始 注意到一件事情 notice that g n 呢 減掉 g n m 這沒問題 因為它比它大 你能不能估這個 它事實上會小於 g 1 減掉 g 1 m 你同意嗎 如果 g n 呢 g n 的值比 m 小 那這兩個相減事實上是 多少 g n 的值如果比 m 小 這兩個相減的值是 0 如果 g n 的值比 m 大 所以這裡的值事實上是 m 而 g n 比 g 1 來的小 小 對吧 所以呢 同意吧 所以它會小於 g 1 減掉 m 因為這個值現在是 m 了 它會小於 g 1 減掉 m 而 g 1 比 g m 來的大 所以當你 g 1 m 已經比 這個值已經是 m 的話 那這個地方一定是 一定是 m 同意 知道我在講什麼 所以 所以呢 當 g n s 大於等於 m 一定 imply g 1 s 大於等於 m 對吧 所以在這一點上 它取 m 它也取 m 可是 g ns 比 g 1 來的小 所以它會比它小 或是你直接從那個觀點去看 從圖形看 我比你高 砍掉的部分 我們兩個的差距 在下面是一樣 但是在上面的時候 我依舊在你上面 總言直觀上也 support 了這件事 所以你很容易就可以知道 這件事情的成立 但你要分 比 m 大比 m 小就適合 好 所以我注意到這件事情 然後呢 再來怎麼樣 因為我們的假設是 g n 是 integrable 所以 g n m 它也會是 integrable 所以這 imply 這是 integrable 這是 integrable 對所有的 n 所以我就可以考慮 兩邊取積分可比 你一定要可計才能取積分 所以就會 imply 0 會小於等於 這個 a 的 g n 減 g n m 的積分 小於等於 a 的 g e 減掉 g e m 的積分 你會發現因為可計 然後這一項 你來看這一項 這一項 這項事實上又可以 因為這兩個可計 這個積分事實上又可以拆開 然後 g e m 事實上是 地增到 g e 了 所以這一項事實上 會 b 到 這兩個相減是 d 正還 d 減 這是越來越大 所以事實上這是 d 減 然後因為 同意吧 然後它的極限 事實上是它的積分 減掉它的積分 而它的極限是它 所以這一項會 d 減 b 到 0 其實直接再繼續算 這個東西會等於 a 的 g e 減掉 所以這會 imply 這個的極限事實上是 0 這個 然後這兩項事實上也可以 這個可計 所以它的 或者是 總而言之 這個 就是 0 因為它的極限是它 好 那 因此 然後是橫正 所以我要講的是 我可以找到一個 m 使得這兩個 這差值夠小 為什麼 你記得我要估 g n m 的上界 然後我知道 g n 它有 lambda 所以只要你 x 夠小 你有上界它 我也會有上界 所以它透過這個方式把它找到一個上界 所以存在 因為這個極限是 0 所以存在有一個 k 使得 然後 對所有的 m 大於 k 的的時候 這個的積分 它會小於 5 分之 那個 lambda lambda 是我那個數 以後你要跟這個做 如果是其他數 你沒辦法合併 所以 5 分之 lambda 然後這就會推得 你這個可以移向 所以 a 的 g n 減掉 a 的 g n m 對所有的 m 大於 k 的的時候 a 的 g n 減掉 a 的 g n m 它就會小於 5 分之 lambda 而這個人呢 他比 lambda 來得大 所以 這項會大於 lambda 減掉這一項 所以你再把它移向過來 這個移過去 它就會小於 4 分之 4 的 lambda 這項小於 這項幹嘛 大於或等於 lambda 不是嗎 在這裡啊 所以 lambda 減掉這個 會小於 5 分之 lambda 所以 lambda 減掉這個 你把它移過來 這移過去 所以這一項會大於 4 分之 lambda 所以你過來 對所有的 m 大於 k 所以 a 的 g n m 會大於 或等於 4 分之 lambda 好 我得到這樣的一個數 好 所以這就是我那個 g n m 是 bounded a 有 value 所以 5 分之 lambda 所以 5 分之 4 lambda 是 lambda 事實上它大於 0 因為 lambda 大於 0 所以這個事實上就是我的 alpha 所以我們 我們對它 applies alpha 好 那 所以對所有的 所以呢 我現在令這個 m 這個 m 會大於 k 大於 k 大於 k 那我去考慮 你這個量放大一點 我還要再跟你討論 那我現在每一個 n 呢 這是每一個 n 都有 好 這個大於它 好 所以我每一個 n 都考慮 g m 所探討出來的那個 e 集合 那 e 集合就是在 x 屬於 a 裡頭 那它的取值 現在的函數是 g n m 它要大於或等於 這是我的 alpha 記得 所以是 大於等於 alpha 除上 2 倍的 value 對吧 所以這是我的 alpha 除上 2 倍 那就是 2 分之 2 再除上 value 所以根據剛剛來講的 就會變成是 5 分之 lambda 的 2 lambda 分之 5 倍的 value of a 你記得我們考慮的是 alpha 除上 2 倍的 value of a 對吧 所以 alpha 是誰 是你真的估出來那個 4 分之 4 所以除上 2 就變成 5 分之 2 在乘上 value 這個值 對所有的 n 大於 0 你都考慮 n 屬於自然數 你都考慮這個值 那你再來看一下這件事情 m 是什麼 g n m 的 m 事實上是這個函數的上界 對 也是這個值很小於等於 m 的 如果這個數比 m 還來得大 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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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就 就已經爆掉了 對吧 那就只能取 m 了不是嗎 所以這個數 所以換句話說你的上界應該要比這個數來的 大 所以在 m 呢 你要討論這個集合 如果它是全部你根本不要討論了 不是嗎 如果這個數比 m 來得大 那你 1 n 已經是全部了我討論它幹嘛 所以你唯一有討論應該是 這個數介於它跟 m 之間 所以換句話說這個數應該要比 m 來得小 或是 m 應該要比它來得大 因為 m 是它的上界 那你現在考慮的是它大於0的數 這個數一定要比上界來得小 而我 m 是你認坎的 尤其 in particular 我最後讓 m b 到無限大 對吧 所以呢 無所謂 你這個地方你已經要求它比 k 來得大 繼續要求下去也無妨 因為總而言之 m 是跑得到無限大 所以你這支量不是只是大於 k 也要大於這個定數 這是一個定數 跟 m 無關 跟 n 無關的定數 所以你大於 mass of 這個 k 跟 2 倍的 lambda 除上 5 倍的 value of a 所以你需要這件事情 那為什麼突然多的原因是 是因為你討論大於的數 如果它超過 m 那簡直就是全部了 如果是全部 那你沒有得到任何的東西 如果它是整個 a 又回到原來的 你得不到矛盾 注意我沒有得到矛盾對吧 我們不是假設它大於 0 我要去得到矛盾 所以我們就 我就需要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地方所比的 好 然後呢 每一個 n 我都找到這樣的一個 e n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 e n 當 n 變動的時候 這個 e n 會怎麼樣 那因為 g n 呢 它遞卷 這是題目所說的 這是題目所說的 你現在要取大數對吧 所以呢 這個集合會 會地增 還遞卷 對 你那邊 那這個值變小 變小的時候 原來大可以變 變小 所以 e n 呢 會比 e n 加 1 來得 大 同意吧 你比我大的時候 可是我比你小 我還會不會跟著大 那不一定 可能會更小 所以這 imply 這個 e n 加 1 呢 包含在 e n 裡頭 你發現這個集合事實上是遞卷的 好 這是你觀察到這個的集合 但是現在的 lemma可以用出來的 因為 g n 的 m 呢 is bounded 然後它的 bounded 是 bounded by 你用 lemma 的時候 那個 bounded 是要用的 它是 bounded by m 同時呢 其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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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是什麼 因為吧 所以我就那個 然後它可機剛剛已經講過了 然後 a 有 value 所以把這個 lemma 呢 這個 e n 呢 它會 contains a finite union 每一個 e n 它都會 content a finite union 兩次的很費用 就是這個 然後它是缺乏 lab 和屆先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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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屆先放入 4m分之α 對吧 好 那α 是多少 α 是 4 4 lambda 所以除上4m 那個4不見的 就會變成 5 lambda 除上m 比這個數來的大 lambda 除上5m 4m分之α 對吧 α 是 4 4 lambda 所以除以4 那個4上面浮見的 5m 這些事情恆成立對所有的 n 屬於大 n 然後現在後來怎麼樣得到矛盾 現在開始去製造矛盾了 他考慮這樣的一個輔助函數 輔助集合 因為你現在都是探討集合 所以他的輔助的集合是個 d 這個 d 是一個怎麼樣的集合呢 它是 一個連集 所成的集合 好 怎麼樣的集合呢 就是 g n 呢 你把它全部都收集起來 你考慮這樣的一個集合 你考慮這樣的一個集合 那這個集合多大呢 那因為 g n 呢 is integrable 對所有的 n 屬於 n 那前面討論過 在 8.59 我們討論過可積函數 它的 extended function 的不連續點是 major 0 連 countable e 就是 major 0 然後你現在只考慮在 a 中的 對吧 b extend 的更小 所以這個集合 d obius 是 major 0 這個地方你讓我偷懶喔 因為 g n 是 integrable 所以他 extended function 的不連續點 所成的集合是 major 0 所以只管在 a 裡頭的不連續點 當然也是 major 0 然後他的 countable union 也是 major 0 所以 d 是 major 0